接下來呢,我們要邀請的 請幫我關台上的燈好嗎?謝謝 接下來壓軸的講師 各位不得了 他是我母會昇華中文進階演講會的創會會長 同時也是之前我們的前總會長 我不說他加入到底多久了 因為他看起來也才18歲而已 所以呢也不說這個 為什麼他擔任壓軸講師 因為我們去年剛剛之前有說 我們去年辦了裁判訓 其實找了三位講者 其中一位是皇家前執行長 還有一位就是接下來要出來的 連雅婷會有雅婷姐 因為上一次的真的太精彩了 除了爆料八卦之外 還有正經的要教大家的一些 你怎麼樣拿捏你心中的那一把尺 是真的很重要 剛剛也有一位講者講到正直這件事情 所以其實雅婷姐她說她真的覺得每一次演講比賽的 主席都要找啊 裁判真的是很煩惱的那件事情 所以這真的是一個挑戰 因為也光是裁判自己打分數都很難做到公正無私 所以她今天要講的重點就是 如何保持好各位裁判你們心中的那一把尺 我們歡迎連雅婷會有 我又來了 我希望你們沒有睡覺 有一天馬克圖恩 去到一個宴會 這位坐在她面前的是一位雍容華貴的貴婦 基於禮貌 她就跟這位貴婦說 哎呀夫人您真漂亮 無奈這位夫人不領情 坑了一聲說 看了這一位面前的馬克圖恩 不修蝙蝠 然後頭髮又亂亂的 很抱歉我可沒有辦法像你一樣的 說一句讚美 這馬克圖恩呢 把笑容收了起來 那有什麼關係 你就像我一樣說一句謊話 就好了 還好你們有笑喔 因為我怕你們睡 怕你們睡著啊 說到那個心中的一把尺 真的現在的裁判的整個的素質 比起20年前30年前好太多了 我記得在十幾年前 20年前嘛 有一次在評分的時候 結尾的時候 有一位裁判啊 他就過來跟我說 哎呀我一定要給他高分一點 那給高分 他一定會有名字 前三名一定有他 我心裡在想 哪有人這麼篤定 可是你知道他怎麼評分嗎 他後來跟我分享 我後來發現到 真的很垂胸頓足 我在想 我們演講會怎麼有這樣的人 可是呢 坦白講 因為以前沒有所謂的裁判訓練 每個人都認定他是最標準的 我要有一個人 比如說我覺得他們分數都差不多 可是我跟他感情比較好 我就給他第一名 你們兩個啊 根本前三名我都不會給 他會不會入到前面的三名 有可能喔 這個就有可能喔 所以為什麼我們的裁判的人數 一定要比參賽者多 就是這個原因 一定這樣子 那個平均值才會更標準 我現在呢有案例 我先開始用案例 要考考你們 免得你們睡著 那我現在呢先從 跟打分數有關 因為裡面的案例有二十幾個案例 我們來看第 等一下 應該是另外一個 Kiara 好 不管 弄錯了 這就是沒有事先準備 另外一個 有三個 我把他放檔 不是這一個 如果有機會 我把他放檔 我用唸的 在比賽的時候 裁判 都被這個裁判長告知說這個 什麼 演講舞台啊 的範圍 但是比賽主持 還有比賽主持人呢 沒有跟參賽者宣告 他們要演講的這個舞台是 在什麼範圍 那有一個參賽者 他走向中間 因為他沒有被告知 就是漏獎了 就走到中間去 那我們裁判要怎麼評分 知道嗎 不用告訴我答案 因為它裡面的規則呢 剛剛我們的楊繼光 前總會長 他整個已經 那麼巨細靡 把整個比賽的手冊 幾乎都帶著我們唸一遍了 對不對 所以呢 如果你讀過了比賽的手冊的話 事實上 剛剛那個情況是不會發生的 很巨細靡 那事實上 我真的非常的欣佩 我們的伊婷 伊婷 你非常有智慧 把Kevin 夾上來 讓他講了一遍 實際上的比賽是什麼樣子 比如說講評比賽是什麼樣子 然後你再代入要講的這個Morning 就是這個虛擬的 那那麼的 怎麼講 真的是嘆為觀止 我聽過以後 我覺得我今天學習太多了 然後那個神乎奇蹟啊 我們的第三位講者 智誠是吧 智嫌 哇 你真的是神乎奇蹟 不只是告訴我們怎麼評分 甚至於跟我們上了一堂 如何做一場冠軍演講的 的workshop對不對 哇 那真的是神乎奇蹟 所以我一直在想我這一場要怎麼講 那剛開始我跟 好第一 我再問一個問題 集席問答的比賽 之前如果參賽者收集了許多參考題 然後比賽的時候 欸 他抽到了這個題目 竟然是跟他準備的一樣 你知道嗎 然後他看到 聽到這個題目的時候 一上台 就從口袋裡面拿出 他已經準備好的 哎呀 我的答案 標準答案在這邊 然後他就照念 而且他也講得很好喔 跟大家的眼神也有交錯喔 我們裁判要不要給他扣分 喔 不用告訴我 你們自己想 另外一個案例就是說 在講評比賽的時候 參賽者 帶上了他事先寫好的講稿上台 剛剛有問過 就是你要不要扣分嗎 之前有問過 要不要扣分 你們自己想喔 再來 比賽結束的時候 有一個寄分 因為一寄分員 因為私下透露他的這個寄分的結果 結果呢 引發了這個未得獎的人 心聲不滿 然後呢 他甚至於他發了黑函 我們真的有發生過喔 說那個評分不標準啊等等 所以這個時候我們總會 可以怎麼處理 如果是有碰到這樣的問題 那我們怎麼樣面對 再來 再來一個案例 某一位財派在比賽結束之後 然後 而且呢 把這個評分表交給寄分員之後呢 然後就當場離席而去 可以嗎 他已經做好他的工作啦 你們覺得可以嗎 喔不行 為什麼 為什麼 他已經做好他的工作了 欸 很棒 我們一定要跟在最後 把這個工作結束 就是 把那個什麼優勝者 名次全部都公佈出來 然後站上台去 我們的 我們的比賽主持人 也把那個 得優勝者的名次都講的正確 無誤 才告一段落 好 再來 喔 有個參賽者在地區級的 國際演講比賽的時候呢 他的主題跟某一個刊物 他的文章 有一篇文章 很類似而且被發現 但是他得到第一名 他得到第一名 然後事後有會員 就提出意義說 你看他講的裡面 跟我們這篇文章 寫的幾乎一模一樣 那你覺得應該要取消資格嗎 要被取消資格嗎 要被取消資格嗎 OK 你們自己想喔 好 喔 有一次啊 在部級的幽默演講比賽中 有很 有 有幾位女性 跟裁判長提出質疑 說有一位獲名 得名的比賽 參賽者 他用太多不雅的字 黃色不雅的字 的言語 而且他還活得地名 那 如果你是裁判長 有很多人抗議 如果你是裁判長 你會怎麼辦 嗯 好想想看 好 再一題 因為窮窮原因 五個參賽者 最後剩下一位 那我們想說 一位就不用比賽了 是嗎 還是要比賽 OK 好 這個應該知道 如果在比賽之中 剛剛之前有講 如果你用 你是講英文演講比賽 但是你參有用國語啊 用台語啊 那身為裁判的你 你會不會扣分 會 OK 這就是心中的一把尺嘛 自己來想看看 我是認同志賢剛剛講的 就是說你 用的那個字 是不是會強化你的意思 是不是會加強你的訊息 我是用這個方向來看 現在我們坊間 只要我們有機會去參加任何聽演講 我們坦白講 幾乎沒有一場演講 不會參入別的語言 那他之所以用那個語言 主要是在加強那個效果 但是這個裁判的 我們在打分數的時候 自己都有自由心證 這就是我們說的自由心證 對 對 好 終極裁判的心是 我說實在 來 各位的心在哪裡 摸一下你的心 有心 在中間那才怪 他一定是歪的嘛 對不對 所以我們的心怎麼樣拿著很難 但這就是為什麼 第一個我們要學習技巧 等一下我會講 我們有一些技巧是可以事先學的 事先把它拿來用的 然後再來就是 就是說要怎麼樣 除了技巧用上去之外 我自己可以事先做某一些準備 Kevin明天要比賽 心靈交談好不好 還有各位 如果當裁判的那一天 我也知道好幾個會員 要參賽的會員都會坐那一班車 你要不要去擠那一班車 而且都跟他們聊天 會不會 盡量避開 因為 你很難講雖然我是很公平的 但是我們是沒有辦法去 有時候是很難去掌握自己的心裡的感受 很難的 所以有時候你們如果在路上遇到我 剛好你要去參賽 那我沒有跟你打招呼 不要怪我 因為我就不講話 那還有就是什麼 哎呀那個Alex 對你看他頭就抬起來 因為我認識他太久了 欸Alex你上個禮拜在會裡面講的那個做演練的那個演講 講得非常好耶 你下個禮拜要比賽哪個地方要改一下 因為我告訴你我是 這樣可以嗎 不行 再來就是說 秀珍 秀珍上一次他要參加 要參賽參加布賽 可是上次我在他的會裡面看到他講的不怎麼樣 這樣 好結果那一天 布賽的那一天 他講得太好了 遠遠超過他原本在會內的那個演講 那個呈現 那結果怎麼樣 我給他很高分 這樣好不好 沒有不好啦對不對 可是為什麼 我們要記住 是當天我們是拿他來跟其他的參賽者來做比較 而不是拿他之前的表現 來跟他當天比賽的表現做比較 所以兩個是不一樣的 OK 好現在我來我來跟各位分享 就是說我們怎麼樣去拿那些心中的一把尺 剛剛好像有聽過就是說 從來沒做過評審的從來沒做過裁判的舉手 再舉手一次好不好 蠻多的 我相信 現在我們沒有那個 那個叫做什麼 裁判的修證書 沒有 我們沒有給證書 沒有了 以前我們好像有 但是也 上過課 沒有 但就是說你已經有來上過課的 通常我們都會有機會請你來幫忙做裁判 那希望你也多幫忙 同時也記得今天要 事前怎麼做準備 然後當天你怎麼樣修心 靜下來 去看看這些參賽者 然後呢 在他們一上台的時候 你給他們的那個分數怎麼樣打 我等一下告訴各位 像剛剛那幾位三位很難打分數耶 非常非常難打分數 那個那樣的打分數已經跟要到地區那邊 地區level的要去參賽者他們的 就是說的那個格局有點一樣 因為到了地區的都是頂尖的 頂尖的他們大概沒有什麼你可以挑的了 他們的表達技巧 就是已經到達那種神乎奇蹟了 他們一出口你就知道 表達非常的自然 然後呢出口成章 然後每一個字句 每一個動作都是經過設計的 然後它的架構什麼都很明確 對不對 你條理很分明 有很明確的開場 結語等等 然後目的性也都很強烈 怎麼辦 怎麼給分數 很難 那像剛剛那三位 就是很旗鼓相當的感覺 所以大家都經歷過那一種 我怎麼樣給分數 以我來講 我現在先講 因為我怕那個等一下時間不夠 就會漏掉 這個很重要 就我們拿到那個評分表 大家拿出來一下 各位參考啦 因為很可能大家最起碼在分會 都會被邀請去做裁判 先從分會開始 所以現在你們就可以用這一招 跟你們分享 但你不一定要跟我一樣 我通常心中會有一個標竿 我給他的分數是好 好的最高分 就是我的標竿是 這個講者 他講的話呢開場很吸引人 然後他的結尾還會呼應到開場 有目的性的呼應 然後結尾很有力量 很有行動力 然後呢 他的內容是有重點的 有幾個重點 最少有三個重點 太多也不好 他的重點我都記得很清楚 那三個重點 他的表達也非常得宜 這個就是我會給我心中的標竿 這樣的一個比賽參賽者 我會給他打一個分數 就是好的分數的最高分 然後呢 然後第一位參賽者上去的時候 他的開場超乎意外的非常好 所以我會在架構 我們在評分上面不是有個架構組織嗎 我在那邊會加一分 還有他的內容重點非常清楚 講完之後我還記得他的重點是什麼 我也會在內容那個地方給他加分 加一分加兩分 類似如此 這樣知道嗎 然後比如說他的他的穿著 他的服裝 他的外型 他呼應他要講的內容 我也會給他加分 這樣 我盡量像那個之前講的不要扣分 十分然後扣一分兩分 扣到最後沒有了 我通常都是會抓那個標杆 大概是好的最高分 然後呢 用加分開始 如果他真的 太單調了 就站在那邊 都不太動 我會給他扣分 那你至少從好的那個分數裡面 比如說他的 腳步的移動啊 表現等等 我會給他扣分 扣一分扣兩分 這樣 還有就是語言 他的用字淺詞 怎麼樣加分 還是怎麼樣扣分 一樣的 所以這樣是不是比較好算 有沒有 有沒有比較好算 因為你加分加總下來 十幾 十分加二十幾分 三十分加起來 那數字很大嘛 但是如果你已經有個標杆 那個分數總分在 你們加看看 好的那一欄 最高分加起來多少 現在加看看 有沒有 對 十三加十加十加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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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六 三十 六十三分嘛 那六十三分 譬如說 A 他的表現裡面 這裡扣兩分 那裡扣三分 可是這個地方很強 加五分 那這樣你就差不多多少 就知道嘛 六十三 對不對 六十三減三減三 加五 就出來了 他的分數就是在他A的地方 那B也一樣 B 很好 哇 我給他加一分 這裡也加一分 那邊加兩分 那邊加三分 對不對 那六十三分 加加加加加加加 就變七十幾分 我用這個方式啦 這個是比較 有沒有人跟我用同樣的方式 舉個手 有耶 果然是老鳥 用這種方式 這個可以省去你很多的時間 尤其剛剛講過 我們中間才有一分鐘 有時候 我還沒有想完剛剛的 他的結語是什麼 他的目的搞不清楚 哎呀 我到底要給什麼分數 所以 你心中有一個標杆之後 從那個地方去加 減 加減 然後總分 六十三 加多少 減多少 就出來了 這是我的方法 好不好 好 這樣好嗎 好 對你們有沒有幫助 有 太好了 好 我們開始 這是往 這邊嗎 講評和裁判有什麼不一樣 剛剛 我們的前總會長 激光Mike他講了 他說 通常在分會裡面 甚至於結束的時候 都會邀請裁判 裁判的到前面去分享 給參賽者一些意見 我真心的拜託各位 不要再做了 不要再做了 可以私下 可以私下講 因為為什麼 我坦白講 你不要以為那個分會 沒什麼 你分會要去比賽 我跟那個 那個已經很了不起了 那個壓力也很大 因為每一個人 上台去 他都希望他表現 把他最棒的表現出來 可是當天很可能 天不從人意 他表現可能是起起伏伏 你在聽到 我還要坐在那邊 聽你品頭論足 很難過 非常難過 當然我們來演講會 都是經得起考驗 人家給我們批評指教 我們都可以接受 沒有問題 可是比賽 是不太一樣的 因為那個比賽 感受上 你會覺得 都沒有人要比 我至少出來比 結果如何如何 所以那個感受上不太一樣 所以你盡量說鼓勵的話 然後哪怕你要給評語的話 也是用一般的評語 更何況我們都盡量 不要讓參賽者 不要讓大家知道說 我們裁判是哪一些人 那你又請裁判出來 有一次 有一次 是怎樣 我們裁判不給評語 可是我們邀請別人來做講評 也不好 也不好 因為我那天才想說 奇怪怎麼有一個外人 我從來 這個也很少來開會的 他來做評語 結果他的評語 我坦白講 我根本不予置評 那這個都不對的 就不要再評語了 我們就講一些鼓勵的話 為什麼 我們要鼓勵更多的人 願意出來參賽 這個才是我們的目的 好 所以講評 講評的最重要的目的是 鼓勵 在台上的 這個在例會中的會友 因為你給他的講評 而他可以改進 他下一次還願意來演講 來做演講 而且他會更進步 如果你一直做他的講評 結果他都從來沒有進步 那是你的問題 有時候我們給的意見 不見得是他能夠做得到的 他能力不一定做得到 這就是為什麼 有時候我不太鼓勵人家 我不太鼓勵有一些會 他通常都要從外面邀請 別的會 到我們的會 來為我們的 為我們的這個會員做講評 我不太鼓勵這樣子 因為為什麼 第一個他跟他不太認識 他也不知道他以前的能耐到達什麼地方 然後呢被邀請的人 他為了要凸顯出 他來要有所貢獻 他要把他最好的最厲害 全部都在台上講出來 可是對於我們會內的這一位會員 有沒有幫助 不一定 所以 我坦白講 如果是我自己的分會 我通常都不會鼓勵 教育副會員 教育副會長 去找外面的 什麼很厲害頂尖的 來幫我們的會員做講評 我不鼓勵這樣子 我們自己人嘛 對不對 心同心 你講得不好沒關係 我們可以切磋 你從外面來了 我跟你講 有時候那個感覺上不太一樣 我到底要 哇我等一下 講我的那個是Athena 哇我心壓力好大 哇Athena何等何呢 他要來做我的講評 那我又講的就有壓力 那個很難講 但是我的意思是說 盡量 盡量不要 但是有時候為了 為了要切磋 為了要交流 偶爾可以這樣做 簡單講就做聯合立會就好了嘛 你知道嗎 一年裡面做了兩次三次 或是一個季節一次 兩個月一次 做聯合立會 那不就是 那不就是很 很正當的我們就是理所當然 你來講評我的會員 我們我們這個分會來講評 貴會的會員 就是互相往來嘛 但是如果是每次立會 我通通都講 找外面的人來講我的分 分會的會員 我不太鼓勵這樣子 我講的再爛沒有關係 我為了要講評你 我前一天因為會員嘛 跟你切磋一下 你要講的內容是什麼 因為為什麼 你們去看那個手冊 一個最好的講評員 講評的 最好就是前一天 一剛開始 就跟演講者有互動 讓他知道你明天要講什麼 內容是什麼 互相就 所以那個學習是 還沒有上台之前就開始學習了 不是上台的時候 然後就再開始分析 然後你要怎麼講的好 內容不夠充實 或者是什麼表達不夠順暢 不是這樣子 因為我們事先就已經 開始學習的路程了 那裁判沒有 裁判跟講評不一樣 裁判他的工作只有一個 什麼你們知道嗎 裁判 裁判的工作 選出優勝者 選出優勝者 我對你下次要不要進步 那不關我的事 我對於你之前表現的 跟今天表現也不關我的事 我今天的工作是在 這幾個參賽者裡面 選出優勝者 把第一名排出來 第二名排出來 第三名排出來 第一名是他 第二名是他 三名 選三名 這是我的工作 所以他跟講評是不太一樣的 所以這邊有講 講評他注重分析技巧 他用分析技巧 所以剛剛講評比賽就這樣 有沒有 我們講評比賽的時候 我們裁判怎麼評 這位講評比賽的參賽者 怎麼樣評給他高分 他的分析技巧好不好 這個就是分析 然後呢 在分會裡面 講評也是人際互動 好不好 有人在笑 被你講評了以後 他下次都不來了 那你就要考慮你的人際互動 你是講得太好了 分析得太犀利了 可是人家就 心裡就不對了 也有可能這樣子 對不對 再來 裁判 裁判是注重判斷技巧 所以分析技巧跟判斷技巧 兩個有不一樣 他的技巧是不一樣的 可以體會得到嗎 一個是分析技巧 講評 一個是判斷 判斷 這判斷當然 有客觀有主觀 那我們今天學的就是盡量客觀 怎麼樣盡量客觀 我們往下走 裁判的任務 對參賽者負責 對世界總會負責 對觀眾負責 對裁判自己負責 好的裁判要精準 打分數 一加一不能得三 要精準 公平超然 這個是很難 但是我們盡量做得到 值得信賴 你對自己負責 你也不要 不拿今天參賽者的表現 跟他之前的做比 也不要做比較 是跟今天的 今天的參賽者做比較 博學多文 這個 自己去學 博學多文 如果你對 我們如果說 對於怎麼樣 像剛剛志賢 跟我們交代了那麼多 演講技巧 如果對於演講技巧 都不懂 不知道要有一個架構 要有一個充實的內容 對不對 然後表達的技巧 都沒有這些知識的話 很難做裁判 您聽做筆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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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都怎麼做 因為這個跟講評不一樣 講評我們都有講評表 對不對 而且通常 手冊裡面會有交代說 我講評可以從哪個方向去講評 通常是這樣 現在 是比較不一樣 但是還是有 可以遵循 但是裁判的話 你怎麼樣去做筆記 我跟各位 分享好不好 我通常會畫一個三角形 謝謝 已經有人在做了 畫一個三角形 上面的地方我寫架構 上端我寫架構 組織架構 右邊我寫內容 對 左邊我寫表達 然後我開始聽他講的時候 哎呦 他的開場 很吸引人 我就在開場 他吸引人 為什麼吸引人 我寫一個簡單的 一句話 幾個字 兩個字 三個字 唱一首歌 或者是 正不正 那個剛剛 婉吟他講的那個 我就有給他 給他一個加分 然後表達就是 聲音啊 一揚頓挫啦 還有 是不是 肢體語言等等 那內容的話 是不是 重點很清楚 條理很分明 那架構的話 是不是有頭有尾 這樣 組織架構 這三個 我大概 邊做筆記 就邊把我聽到的訊息 放進去 放進去 這樣子 一邊打分數 就是一邊會翻 翻到那個分數表 那個地方 哎呦 他這個表達很厲害喔 我就給他加分 等等 這樣好不好 有幫助嗎 因為你們要做筆記嘛 聆聽要做筆記 有的人筆記要像流水式的 開頭 他講完了 你也把他的一篇演講 的講稿大概 都寫完了 好 保持客觀喔 會遇到的挑戰 演講的順序 看他可憐 光環效應 反光環效應 捲土重來 非傳統 偏見還有個人喜好 這個要講會 講得很久啦 你們個人就知道 所謂的他 他講得很厲害 那個已經是講師級了 我去外面還聽過他的演講 他應該比較高分 會影響喔 對不對 那個是菜鳥 他才剛加入了而已 而且他是家庭主婦 什麼都不懂 對不對 來比賽 好啦 然後你可能就給他扣分 都有可能 會有影響 然後我跟他感情比較好 他真的好認真啊 我就給他多分 都有 都會有 還有 哇他每 他真的是 他真的是 太 太認真了 每年都還來比賽 明軒每年都來比賽 這一次給他多一點分好了 不要啊 他是在 因為 這也是不為過啦 因為每年都來比賽 他的經驗就更豐富嘛 表現出來當然 當然是更優秀 好 再來 還有一個 如何成為一個勝任的裁判 要熟知比賽規則 還有評分標準 剛剛志賢有講了 評分標準 然後 就是要遵循評審的守則 多參加裁判訓練 多參加 練習評分 像剛剛我覺得我們那個 練習可能還不太夠 還不太夠 我是 我是覺得 比如說像剛剛這樣子 我們都要交流 比如說分組討論 今天時間他不夠啦 分組討論 為什麼你覺得他這個地方比較高分 可以分組討論 但是時間真的不夠啦 還有就是從擔任分會的裁判開始 擔任過分會的裁判的請舉手 好 從來沒有擔任過裁判 但是這一次回去 有機會願意參加分會的裁判的請舉手 好 好 謝謝 再來 當然也歡迎多參賽 參加比賽 好 評審三大倫理的守則 有哪一位要幫我唸一下 好 秀珍到前面來 因為要大聲一點 大家鼓勵一下 好 評審在決定名次時 應注意避免任何形式的偏見 不要考慮參賽者所屬分會分區 也不要考慮參賽者的年齡性別種族 宗教職業政治立場 評審時應全然客觀 喔 可以嗎 可以嗎 可以 好 再來 第二個準則 哪一位要幫我讀一下 喔 來 來 評審不為參賽者計時 參賽者計時 評審時也不考慮 參賽者演講時間是否超過 或第一標準實現 喔 OK 謝謝 這個什麼時候就會發生呢 就是說這個人你很關心他 你非常關心他 然後你就會開始緊張 他時間譬如說已經紅旗舉起來 那你就忘記要跟他打分數了 都會影響到 其實就 還是 好 那第三個評審 哪一位 第三 第三項 好這一位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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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三位 除了秀真 還有剛剛那一位 怎麼稱呼你 James 還有這一位 Howard OK 秀真 James Howard 謝謝你們 各位喔 你評審的那個評審 評分表 比賽之後 比賽之後你要不要撕掉 還是帶回家 還是帶回家 標準答案 帶回家撕掉 你不要 還是看得到啊對不對 而且人家就知道你是評審 所以帶回家撕掉 帶回家也不要就放在桌上 等一下那個誰 孩子好奇就來看 啊 誰誰誰那個我去過我認識他 然後就有事情就會發生了 好不好 好 好 再來 好 這句話就是 力量來自公正 林肯說的 老子也說這一句話 以其無私故能成其私 就每個人都有私心啦 但唯有抓準那個原則 保持一顆公正的心 你才有辦法去維護你原本的 就是私心 他的意思是這樣子啊 好 那我就今天分享到這裡 好嗎 謝謝各位